下一场台湾旅游政策的荒谬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阿峰开讲 我是陈峰 政府愿意宣布3月1日后台湾民众可参团至大陆观光 现春节前却政策急转弯 观光署已由于中国迄今为就陆客旅行团来台进行安排 日前又片面宣布改变M503航路运行方式 因此即日起停止招揽前往中国大陆旅行团 咱们就从几个角度来说一说 首先来看这个政治风波 真是台湾旅游政策的荒谬剧 在这个政治剧场中 台湾政府和中共之间的角力看似永无止境 当政府面对中共时 唯一的解决办法似乎就是对台湾人民和旅游业者发泄不满 真令人感叹大陆观光逆转 政策像魔术般消失 在这场政治魔幻秀中 政府的政策就像魔术师的手指一样快速转动 让人目不暇接 台湾观光署原本充满自信的计划筑 开放台湾人民前往大陆旅游 但转眼之间 这个计划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像魔术师的戏法一样 看看政府信誓旦旦 选后却打了自己脸 政府高官们信誓旦旦的承诺开放大陆旅游 甚至表示不管大陆开不开放 我们都会先开放 但选后却完全改了口 这种政治表演就像是一场笑话 让人不禁想问 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这完全暴露了内部矛盾 政策步调不一 内部人士透露 观光署已经拟定台湾附旅行团实施办法 直到2月6日下午还在做最后订稿 7日就骤然翻盘 这显然不是观光署 甚至交通部能够决定的事 政府内部的矛盾让人目瞪口呆 观光署和交通部之间的政策似乎不协调 导致了前后矛盾的表态 这种内部角力就像一场内讧 让人不禁想问 他们是不是忘了自己在干什么 只能叹一口气政治游戏 旅游业称政治牺牲品 若今年3月至5月可以去 那为何6月1日起又不能缺 老是拿旅行业当政治思考的戴罪羔羊 资深业者表示很不应该 两岸关系若有变化 政府主管部门应有计划 有本事去应应 而不是稍有风吹草动 就打自家小孩给对岸看 民进党政府一直说重视和对岸交流 想和对岸对话 在做法上却完政府 似乎总是把旅游业 当作政治游戏的牺牲品 他们在政治角力中 摆弄着旅游业者的命运 让人不禁怀疑 他们到底在为了什么而战 总归一句政治风暴未平 旅游业跟人民受害受苦 在这场政治风暴中 最终受害的似乎永远都是台湾的旅游业者和人民 M503航道飞行偏制 原是在2015年马政府任内 两岸和平共识中设立的 中共同意实际飞行时 向大陆方向西一六里 并采由北向南单向航行 然而 蔡政府搞将两岸关系 北京收回了对台湾的善意 而蔡政府却只能无奈地枪骂 失去了和平共识的基础 蔡政府不断枪骂中共的举措 却忽略了自己在两岸和平时期 所得到的利多 从ECFA关税优惠 到输入浓渔产品的突然卡关 再到友邦被拔 这些都是蔡政府 失去对岸善意后的后果 政府的政策变来变去 旅游业者们只能无奈地 在风暴中挣扎 希望这场政治剧早点结束 两岸关系的未来 需要更加理性和实际的处理方式 而不是口语化的枪骂 剑拔弩张的对立 十分感谢大家的回馈 欢迎一起来交流 有什么意见 请在底下留言 多多按赞分享 我是陈峰 谢谢大家 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판